你别跟我走 我不走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滚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心跳第十集 真相大白 顾易已经从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心脏并不是苏眷的 只是因为母亲在其中做了一些动作 让她依然不能得到乔径的原谅 顾家的饭局 顾易姑姑也去了 上次顾易因为姑父泄露公司机密辞退了她 这次姑姑又带来了郑总 想让顾易给谋份职位 顾男最后一个出现 她还带来了苏眷 当着众多家人的面介绍了她的儿子苏眷 现在苏眷名正言顺坐在顾家的饭桌 而方佩直接拉长了脸 公然说这个野种哪里来的都不知道 不会认她 顾男非常满意苏眷 还让顾易给她哥个敬酒 父亲的风流史让顾易极为反感 并没有听从父亲的意见为苏眷倒酒 直接抬脚走了 顾易曾经辞退了姑父 因此姑姑怀恨在心 当场就为苏眷说话 还建议让苏眷早点去公司 也好早点打理公司的事情 顾易当初向乔静隐瞒真相 彻底让乔静失望 苏眷回来了 她一刻都不想再见到顾易 当即把顾易放在她家里的东西 统统收起来 准备赶人 顾易苦苦要求乔静能让她继续留在这里 但根本没有用 乔静连顾易当初送她的情侣拖鞋 都给扔到墙外去了 苏眷很快成为顾家公司的经理 并且下了任命通知 公司的职员听到消息窃窃私语 纷纷传说这位太子的身份 他们一直都在顾易的手下工作 对顾易非常幸福 根本不认这位空降的经理 在入职那天 顾易的姑姑带着苏眷来的公司 迎新的鲜花已经摆了两边 但是却不见一个欢迎的人来 顾易姑姑去找前台 听到是都去开会了 她骂骂咧咧的来到会议室 问顾易到底什么意思 刚好在那天的会议上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苏眷刚到便分析的头头是道 参会的职员听到苏眷的对策 觉得这人还是有两把刷子 顾易觉得自己平时小看苏眷了 既然33急于出风头 便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苏眷处理 尽管被乔静赶出去 顾易还是忍不住要去找乔静 在门口见到了苏眷 苏眷平日里像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 但见到顾易 她终于本相毕露 称顾易的母亲偷走了她四年时间 这四年顾易对乔静一致气势 现在她终于回来了 让顾易这个冒牌货不用继续伪装了 苏眷说话毫不留情 顾易背弃的说不出话 正想用拳头解决问题 乔静听到门口的声音 立刻打开门 她不问是非 毫不留情问顾易来她家干什么 之后的工作 顾易和苏眷免不了见面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为了堵一口气 两个人开始吃辣椒比赛 苏眷赢了 乔静亲自来接她 听到她肚子不舒服 还带她一起去医院 顾易红着眼睛拉着乔静 说她也肚子痛 乔静毫不客气 让她自己去见医生 请不吝点赞订阅